在看影片之前提醒你 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 且首相慕尤丁的四项烂权案 是否要重回地庭审理 那今天有了判决 上诉庭五司宣判 驳回慕尤丁针对上诉庭撤销高庭宣判他 无罪的司法检讨申请 只是慕尤丁被控的烂权案 需要回到地庭审理 上诉庭认同法庭高庭法官 在宣判慕尤丁不罪释放的判决 存在错误 那早前慕尤丁被控四项烂权罪 指控他以时任首相和土团党主席的身份 利用职权为土团党收取了合共 两亿三千两百五十万令吉的贿金 吉隆坡高庭在去年8月15日 以控状模糊和有缺陷为理由 撤销了这四项的烂权控罪 但是上诉庭三司今年2月28日 推翻了高庭的裁决 恢复四项烂权控罪 并发还地庭审理 那慕尤丁接着就向上诉庭提出检讨申请 再次尝试要党下提控 但是今天上诉庭驳回了慕尤丁的这项申请 对于判决被驳回 土团党总秘书寒沙赛奴丁表示 土团党绝对不会因为这样的政治提控 就停下抗争的脚步 土团党会继续坚定支持慕尤丁 那慕尤丁今天在面子书上发文表示 上诉庭做出这一项裁决令人失望 但是土团党将会与律师团商议 以决定下一步的行动 前首相兼土团党主席慕尤丁的四项烂权案 司法检讨申请今天下判 以众土团党领袖 包括韩沙赛奴丁 阿兹敏 阿莫法伊莎 罗纳倩迪等人 都到场深远慕尤丁 对于上诉庭驳回司法检讨申请 慕尤丁对此表示失望 而他的代表律师郑宝德指出 他们尊重上诉庭的裁决 但仍需要针对上诉庭 给予的结论和理由 做进一步研究 在这种意义上 我先说一遍 我们尊重上诉庭的裁决 而我们更加研究 结论被判裁决的裁决